大家好, 現在來到第三部份, 繼續為大家介紹Android的基本功能 今次介紹瀏覽器, 已經內置一款原裝瀏覽器 如果大家想要更多, 可以在市場搜集不同種類的瀏覽器 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不同開發者, 開發出來的瀏覽器 UC瀏覽器有中文介面, 內置很多附加的選項 大家可以選擇適合的瀏覽器 來介紹, 原裝瀏覽器有什麼特色 Android 2.1系統, 未支援FIRST的顯示 要廠商增加FIRST 8或FIRST 8進入瀏覽器 可以顯示FIRST的格式 那是什麼呢? 大家在網頁上看到會懂得動的廣告 會有一些動畫的效果廣告, 短片, 都是用FIRST程式去寫的 去到Android 2.2, 就會全面對應FIRST 10.1 至於, 有沒有其他用FIRST去寫的程式呢? 就是FIRST 1.2遊戲 FIRST 1.2遊戲 FIRST 1.2遊戲 都會用FIRST 1.2遊戲 都會用FIRST 1.2遊戲 大家可以看到, 只能開到選項, 但進入不到遊戲 即是未對應到完整的FIRST 1.2顯示 我手機裡面的版本是8, 或者是FIRST 1.2遊戲 所以未完整的顯示到FIRST 1.2遊戲 至於其他網頁上簡單一點的遊戲 我的手機就可以顯示到 FIRST 1.2遊戲 亦對應到音效 亦對應到音效 網頁上的小遊戲就簡單, 不需要安裝和壓載 大家隨時都可以玩到 FIRST 1.2用途是非常廣泛的 看到有一個完整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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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點擊的螢幕就可以了 另外其他一些網站裡面的播放器 例如一些新聞網站裡面的播放器 內置在網站裡面的短片 Facebook 以及Youtube 其實都是FIRST 1.1 另外一個扔貓的遊戲 簡單的操作都可以對應到 那我們去試試 播放網頁版的Youtube 應該進入是手機版 版面比較簡潔 那是手機版 那是手機的 不用太多的下載時間 那是手機吧 可以順利播放 點擊螢幕的檢測 放大 可以打橫瀏覽的 放大 其實FIRST的用途比較廣泛 Android手機可以對應到 對大家也很方便 Youtube也有自己的手機版網頁 Yahoo 簡化了很多 我們看看其他瀏覽器 這款是雲端的瀏覽器 在說服器上已經縮小了網頁的容量 如果大家在出街或連接3G網絡 速度沒有Wi-Fi那麼快的時候 這個瀏覽器可以發揮作用 先看看Mobile01的網頁給大家看 似乎說服器沒有反應 好 OK Mobile01主頁 也有多圖片 容量比較大 你看 速度很快 只需要兩至三秒左右 我們看看其他 DZ Fever 速度可以比美到桌面的電腦 在不同顯示格式選擇 Mobile01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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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跟唱片格式一樣 而移動這個鼠標 放大 放大後都可以很流暢 這個Mobile01選擇 就是會隨便排列 比較清楚 開兩頁 兩頁或以上 這是一個戶外很好的瀏覽器 還有其他瀏覽器大家可以再嘗試 謝謝 下次再為大家介紹特色的軟件 拜拜